行政院拍板春節小三通專案 限定金馬民眾 但中國臺商和臺胞 如果要返臺 將無法中轉 強調貿然開放並非好事 根據統計 近一週從中國入境五千六百六十三人 估計一月九號到一月十五號 也就是春節的前一週 是返鄉最高峰 二十五號開放訂票 目前搶票人數 已經達到一萬零一百六十六人次 優心金馬醫療量能不足 讓防疫出現破口 影響國人健康 但臺商臺胞反臺 不能將金馬離島當成中繼站 也讓藍營批評 小三通根本做扮套 黃碧盛也強調中國疫情延燒 風險不該由金馬離島來承登 指揮中心堅守防線 不讓離島防疫全面崩潰 尼你的鍵